大家好,美国最近针对中国的芯片产业再度出手 颁出了更为严格的光刻机半导体设备禁令 而且美国的拜登政府自知无法单独依靠美国自己来完成这一目标 于是还把日本、荷兰这两个传统商半导体设备强国请到美国去开会 然后美国方面向媒体发布信息 宣称美国、日本、荷兰三国已经达成协议 要共同推出更为严格的半导体设备禁令 那么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究竟如何呢? 为何所谓的达成协议只有媒体的放分却看不到真正的协议内容呢? 而且在现如今荷兰的阿斯美亚方面还宣称 并不影响原有的中国市场DUV光刻机的销售计划 那么本次半导体禁令事件究竟是美国方面一厢情愿的媒体宣传行为 还是却有其事更加缩紧了卡住了中国科技的脖子呢? 中国方面又将如何来实现突围呢? 我们今天就此来和大家说道说道 我们综合彭博社、路透社等多家媒体的报道 美国、荷兰、日本的协议目的当然按照美方的说法 是要削弱中国建立自身芯片产能的雄心 而且要把美国在去年10月份所采取的一些出口管制措施 进一步扩大到荷兰和日本的企业 包括荷兰半导体设备制造巨头阿斯美亚公司 日本的大型光学仪器制造商尼康 以及半导体设备巨头东京电子 美国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呢 当时所推出的出口管制措施规定 就禁止向中国提供使用美国技术所制造的尖端半导体芯片 那么新的规定实施之后呢 荷兰方面将禁止阿斯美亚向中国出售极子外线光刻机 该设备对制造尖端芯片至关重要 日本也将对尼康设定类似的限制 美国、日本、荷兰三国的官方 目前并没有对外公布美日和达成协议的具体计划 由于荷兰和日本仍然需要敲定各自的最终的法律安排 实际的落实计划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之后 才能够进一步的向外进行公布 那么因此呢 这一次的会谈按照美国媒体所说呢 叫做非公开 主题呢 当然还包括所谓保护新兴技术的安全 美国、白宫、荷兰的外交部 以及日本的这个经济产业部都拒绝就达成协议 发表任何的评论 而日本的尼康公司 东京电子公司也拒绝发表啊 这个谈论此事的一些看法 但是呢 我们知道欧盟的指挥会 在内部市场指挥啊 这个一个官员叫做布雷顿呢 那么在美国啊就表达了他的一些看法啊 表示呢啊希望能够参与到这样的一个协议当中来 我想这可能代表了欧盟指挥会内部一些人士的一些态度 也就是说 欧盟方面呢也不老实啊 希望呢在这个过程中自己能够从中得到一些产业的好处 那么荷兰方面呢 他的首相吕特在海牙对外表态 新的半导体出口限制是一个敏感的课题 与美国的谈判也已经进行很长的时间 但即便是有了成果也不会对外公开太多 我想之所以不愿意对外公开 之所以我们看不到协议的具体内容 显然和他所宣称的敏感课题 敏感两个字有重大关系 在某种程度上 这个新的协议如何真正的执行到位 那么对于美国总统拜登而言呢 可以说决定了他是不是真正的取得了 这一场芯片围堵战的胜利 而且呢从各方的反应来看 那么日本的公司荷兰的公司呢 对外表态非常少 荷兰的领导人对外呢也不愿意多谈 美国方面的媒体呢大肆渲染 其实不同国家不同的企业 不同的领导人 他们的态度呢在这件事情上呢 就表现得很不一样 那么我想这里面就已经有很多值得玩味的地方 当然既然谈到了半导体设备 那么我们一直关注非常多的 荷兰的阿斯美亚公司 其实就是其中的典型和代表 那么阿斯美亚公司的态度究竟是什么样呢 我们可以不妨去看一看 他的领导人也就是阿斯美亚的首席执行官 温比德是怎么表达的 那么温比德呢他直接提醒 美国的出口管制措施可能会推动中国成功的开发先进芯片制造技术 也就是说美国的围堵呢 在阿斯美亚看来呢实际上不仅会让自己失去中国的市场 而且会逼迫中国在未来实现自己的科技独立自主的目标 他还指出如果中国买不到相关的设备 那么中国就会进行自行的研发 另外我们看到英国的通信研究公司 Omedia的分析师认为 根据新的规则 日本企业仍然可以向中国销售非尖端芯片的产品 对于中国出口的下降 也可能在中长期之内 通过增加对美国德国以及印度地区的出口来进行弥补 但无论怎样 失去中国市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半导体企业来说呢 实际上都是会产生重要影响的 而且我们知道 如果这个新的限制规定 包括禁止向使用日本设备的客户 派遣工程师等等措施 那么就将给日本的企业 它在整个的业务发展上带来过大的影响 日本的政府和企业可能也会提出他们的反对的态度 日本的自民党议员青山凡秦就指出 中国肯定会报复日本力挺美国主导的半导体设备 对华限制措施 日本企业必将遭受影响 必须物色新的出口市场 做好准备 此外谈判人员也担忧 这一系列新的限制措施出台之后呢 可能会重新引发全球芯片短缺的问题 也会严重的干扰全球的供应链稳定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如果我们反推美国此举对全球造成的伤害呢 应该说美国就是始作俑者 针对美国方面啊 目前对中国科技所推出的新的招数 那么中国方面自然是呼吁 美国应该放下围堵遏制中国的执念 要避免任由意识形态偏见 裹挟对华的政策 人民日报发表署名终身 题为中美必须找到正确相处之道的评论文章 也指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始终放不下 将中国视为所谓战略竞争对手的执念 也导致中美关系始终走不出困局 中国荷兰这两国的外长随即也进行了通话 在通话当中 荷兰方面承诺 荷兰将会以一种负责任的方式来处理对中国的经贸事宜 中国外长秦刚则是强调 中方期待同荷兰方面携手努力 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的共识 加强各层级的交往 使中国荷兰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开放务实是中和关系的最大特点 中国正在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 这将为中和两国的合作带来更大的机遇 中方愿意同荷兰方面 共同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 维护开放而非分裂 有序而非混乱的国际贸易环境 而荷兰方面的外长胡克斯特拉则表示 荷兰方面愿意同中方密切各层级的交往 要深化经贸军控防扩散 应对气候变化等等领域的合作 要推动两国开放务实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不断发展 荷兰方面将继续与负责任的方式来处理 对华经贸事宜 我想这句话本身也代表着荷兰的态度 那么究竟是什么叫做以负责任的方式呢 我想尊重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规则 尊重国际法 以联合国的规则作为指导 我想是最基本的事宜 因此呢 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 中美两国可以说是各自出手 美国逼迫其他国家跟随美国的战略 跟随美国的措施 其本质是希望能够帮助美国重建自己的科技霸权 或是维系住自己的科技霸权 而中国方面呢 则是要和其他国家开展一个 基于国际贸易国际规则的 平等互利的经贸关系 因此呢 中美两国现在是各自维护相关国家关系的 一系列举动 就呈现出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的局面 那么至于最终成效如何呢 坦白说还需要很多年的观察 才能够看到最终的结果 因为短时间之内恐怕 在拜登卸任的时刻呢 也许美国的这些半导体工厂呢 有些还没有盖好呢 所以呢 这个政策啊 包括中国的半导体的突围 我们这里也要坦白的说 他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啊 也不是一年两年之内就可以把所有事情搞定的 我们说慢的话呢 我想可能需要十年八年 快的话呢 也需要三五年的时间 啊 就像一个小朋友 对吧 你说学习成绩可能比较落后 最近进步快 也不可能从倒数第一名啊 这个一下就变成了这个第一名啊 这种呢 我想不太现实 总是需要循序渐进的一个发展过程 因此呢 我们既要保证发展的速度 同时呢 要稳扎稳打啊 不能够这个拔秒助长 那么我们说 美国方面所宣称的半导体设备的新的禁令 它的效果究竟会如何呢 我想这是很多人 很多朋友都非常关心的 首先我们来看看 最受关注的荷兰阿斯美亚方面的表态 阿斯美亚说 美国对中国半导体出口禁令 目前并没有影响阿斯美亚公司 对中国大陆的设备出口 而且呢 还预计 随着中国经济在防御测试放宽之后 逐渐的复苏 2023年的客户需求将会依然强劲 阿斯美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文彼得表态的时候 用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叫做Nothing has changed 来形容美国去年10月份 所出台的禁令之后 阿斯美亚公司对中国的出口表现 其实这一点呢 我想也是挺能说明问题的 因为 如果真的如同美国方面宣传的那样 对吧 什么这个都被禁了 什么呢都不能交易了 那么阿斯美亚公司怎么会宣称 自己的业务不受影响呢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 阿斯美亚公司 他的CEO讲的这个话 不是一个什么媒体人 而是分析的一句话 而是阿斯美亚公司的CEO 那么自然啊他对自己的公司的业务 又是上市公司 显然他不会乱说 那么美国方面媒体到处说啊 这个我们这个和门友国家 我们合作了啊 我们这个啊对中国围堵了 我们达成新的协议了啊 看起来好像中国什么都买不到了啊 这个什么都啊 这些这些公司 什么都不卖给中国了 但是呢阿斯美亚的CEO却说啊 他的业务呢 不受影响 你想这两者之间 是不是已经矛盾了呢 那么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 美国本次禁令 其实和以前呢 这个所限制的范围 已经在限制的范围 比如说 集子外线光刻机 对不对 其实可能并没有 所宣传的啊 这个限制的啊 那么是有深度 那么的广泛 也就是说呢 基本保持过去的 那个限制的范围 限制的这个程度啊 因此呢 荷兰方面才会有这样的说法 而针对荷兰官方官方此前啊 所所谓的同意参与 美国对中国的芯片围堵 这个这一说法呢 我们看到了 同样是阿斯美亚的CEO 温比德就指出啊 那么我们是商人啊 不是政客 我们只是需要等待政界 政府和政界人士继续讨论 并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 也就是说 他所看待的并不是 什么啊 我要和谁做生意 啊 我不和谁做生意 啊 他考虑的就是啊 不管政府做出什么样的措施 和美国有什么样的协议 那么呢 我们都需要找到新的解决方案 同时他还指出 鉴于极紫外线光刻设备 叫做EUV 而在此前呢 已经被禁止销售到中国大陆 那么他还特别抱怨说 阿斯美亚公司已经牺牲的够多了 那么有朋友可能会说 既然EUV过去都禁止了 那么DUV为什么还可以继续卖呢 呃 其实简单的回答就一句话 那就是呢 EUV使用了很多美国的专利 美国的技术 因此呢 美国卡住了阿斯美亚公司的脖子 啊 其实呢 这个过去啊 全球化时代 大家呢 一起就大家呢 这个啊 分工协作 所以呢 彼此之间呢 都是可以说是 啊 你有我的技术啊 用我的专利啊 我用谁谁谁的专利 反正呢 都是科技供应链 大家呢 都是一个商业行为 对吧 谈好价格 专利授权 或者是交叉授权 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既然美国方面啊 这个啊 耍赖啊 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呢 那么EUV是卖不了了 但是呢 这个阿斯美亚公司仍然可以向中国来出口 相对落后一些的深紫外线光刻设备 叫做DUV 而且还包括一些啊 测量的呀 检验的这些设备等等 因此呢 温彼得就预计 阿斯美亚公司在2023年的销售额度 将增长超过25% 毛利率也将比去年有所改善 彼得在接受采访时 更是直言不讳的说 希望大家能够明智一点 采取的行动不会产生重大的冲击 给完全依赖这些半导体行业 带来的啊 不要带来太大的影响 那么他还指出了包括像汽车 新能源转型 以及医疗技术行业 那么都是需要芯片的啊 不能够让半导体行业在全球的供应链 遭受重大打击之后 再扩展到其他行业 同时文彼得还警告说 全球芯片行业日益分化 在一定程度上 是因为政府一波又一波的大规模投资 以及不断升级的贸易紧张关系 所导致的 那么这样 这样的一种做法正在给更为广泛的芯片行业 制造更多的障碍和摩擦 而作为欧洲最大的科技公司 阿斯美亚公司从2019年 向中国出口一款极紫外线光刻机 受阻以来呢 这家公司被卷入到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 所谓贸易和科技摩擦 另外 彭博社在1月25号也指出 引述了阿斯美亚公司 文彼得的另一个说法就是 美国所主导的对中国出口管制措施最终可能会促使中国在先进的芯片制造机器上成功研制出自己的技术 那么届时呢 恐怕西方的这些技术设施 技术路线将会损失很大的市场份额 文彼得呢 他在这个荷兰的一个地方 也就是他的公司总部 接受彭博新闻社采访时说 中国的半导体企业 如果得不到这些机器 那么中国必然会在这一领域 加大投资和研发的力度 包括人才的培养 当然这需要时间 但是最终中国一定会取得成功 我想作为阿斯密尔的CEO呢 他总该不会乱说 不像对吧 一些我们说消息人士 而是更不像一些政客政府官员 而是呢 作为一个全球著名的科技公司的领头人 那么他对于行业的发展 他所提出的看法和趋势呢 我想还是非常值得参考的 作为半导体设备制造的主要供应商的所在地 荷兰和日本呢 那么被拜登政府啊 这个可以说是软硬坚实的 拉入到了所谓对华技术出口限制的团队当中 那么在美国寻求削弱 中国建立自给自足的供应链的雄心之际呢 阿斯密尔公司 那么希望能够保持住在中国大陆的市场份额 希望能够在中国呢 继续能够得到它的商业利益 而且特别指出 让中国半导体业者承受压力越大 中国呢就越有可能加倍努力 制造出能够和阿斯密尔产品相匹敌的光刻机 这句话呢 也是阿斯密尔的CEO自己所说的 那么根据知情人士对彭博社的一个说法呢 荷兰日本以及美国达成的协议 相关措施很可能不会像华盛顿的啊 这个媒体和政客所宣传的管控措施那么的严厉 美国方面不仅限制出口美国所制造的机器 而且还阻碍美国的公民和中国的芯片制造商进行合作 但是呢这样的做法在荷兰在日本方面来看呢 应该说是难以接受的 同时阿斯密尔的CEO还说 美国2022年的10月份宣布的一些措施当中 人员限制给个人和企业都带来了很多的问题 这从来都不是一个值得欢迎的事情 显然他对于美国方面呢 怨言很深 他还坦言 总体而言 出口管制措施将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 并影响全球科技的合作效率和创新 而且会影响到我们所有人 对于美国方面最新的科技围堵动作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批评指出 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私利 滥用出口管制 胁迫又拉一些国家组建遏制中国的小圈子 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 严重破坏市场规则和国际经贸秩序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 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 国际社会上也不乏担忧之身 许多企业界人士表示 滥用出口管制措施将造成混乱 影响效率和创新 毛宁强调 中方不回避 当然中方也不惧怕竞争 但反对以竞争来定义整个中美关系 反对以竞争之名 行遏制打压之时 中方愿意在相互尊重 平等互惠的基础上 同美方在双边 多边领域展开沟通合作 但必须指出 美国方面不能够一边要沟通 要合作 但是一边又干涉中国内政 损害中国的利益 我们知道 美国的科技围堵动作 他其实不会停止的 就拿这一次最新的出招 如果我们追溯到前几周的时间 就清楚的看到美国拜登政府的持续的布局 那么拜登他亲自会见了日本荷兰两国的领导人 而且来讨论相关的措施 也就是说 美国的总统亲自跑下来安排这件事情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1月13号访问美国白宫时 与拜登总统就加强安全合作 应对中国扩军达成一致 并讨论了限制芯片和芯片制造设备出口的问题 那么同时在1月17号 荷兰首相吕特在白宫与拜登会晤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念 不久前那么也指出 日本正在与美国讨论进一步出口管制措施 加强出口科技管制的限制的力度 但是他并没有透露续细节 而欧盟方面 日本方面 甚至包括韩国方面等等这些国家 和美国关于半导体合作的讨论也非常多 美国方面希望能够拉拢这些小圈子 制衡中国的科技进步 但这些国家实际上也都严重的依赖 与中国的商业往来 因而在实施限制措施 限制其本国公司的政策时 也会非常的谨慎 欧盟一位高级的贸易官员表示 美国对遏制中国半导体行业的目标 将由欧盟的参与进去 那么这是美国方面的期待 那么众所周知 美国维护一级霸权私利的欲望日益膨胀 而日本荷兰政府的支持 对于其出口管制措施的成功 又至关重要 这两个国家 它的一些少数半导体设备 那么有着举足轻重的市场地位和影响 前面我们介绍的阿斯美亚公司 尼康公司 东京电子公司 都是典型的代表 而日本的自民党籍的议员 近日也警告 他百分百的肯定 中国会加以报复 呼吁受到影响的企业 要转向其他市场 全球产业链供业链的稳定 或许在未来将会受到更大的冲击和损害 阿斯美亚公司驻美国的发言人指出 那么阿斯美亚公司知道这项协议 但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 而且还表示 现在评估对公司的影响为时尚早 而尼康公司则表示 该公司在允许的范围内 在中国开展业务 没有听到政府关于监管收紧的任何消息 尼康所生产的用于芯片制造的光刻机 可能会受到更为严格管控的影响 对于以上这些事态的发展 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在记者会上表示 美方处于维护一级霸权私利 一再滥用出口管制 将科技和经贸问题政治化 工具化 武器化 对盟国进行经济胁迫 恶意封锁和打压中国的企业 人为了推动产业链脱钩锻 这严重破坏了市场规则 和国际的经贸秩序 不仅损害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也将损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 其实上述是它的发展 我们说美国拜登政府的这一轮半导体禁令 就连美国自己的企业都反对 美国半导体协会指出 美国制裁中国将伤害本土半导体产业 尽管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 简称SIA 那么它代表着美国99%的芯片公司的组织 它不可能说不了解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但是这个协会仍然认为 美国对于潜在的其他国家的竞争 这种遏制的措施将伤害整个美国的半导体产业 在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芯片和半导体进行严厉的制裁之后 各个半导体公司的市值几乎在一夜之间 蒸发了2400亿美元之多 许多股美国公司深受其害 包括电子设计自动化EDA的工具开发商 芯片的设计商 芯片的制造设备的生产商 芯片的制造商本身等等 SIA还指出 没有来自中国客户的资金 美国半导体产业也能够生存和发展 但是如果有中国的市场 中国客户的这些资金 美国的半导体产业就能够实现更快的发展 更多的投资 更高的创新力度 美国的半导体公司依赖创新的良性循环 其中包括大举投入研发资金和进入全球市场等等 SIA发布的新闻稿有写到 对所有的相关各方来说 实际上中国都意味着是一个大生意 一个大市场 美国的很多公司在中国都有着非常多的客户 那么这些客户源源不断的在为美国的科技公司 来贡献着它的非常多的利润 那么也为未来美国进一步的投资来创造条件 那么另外为中国企业工作的许多美国公民 在担任高管职位的同时 获得丰厚的这个薪酬 那么现在呢 这些高管全部受到了美国政府严格限制的影响 SIA在新闻稿中提出了几点 都在这个协会向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 提交的更为详细的文件中 得到了很好的解释 其中比如说美国的范林集团 那么这家公司是美国芯片制造设备供应商的巨头之一 过去一段时间是大举裁员 大概呢 有1300名的工程师呢 都被裁了 为什么裁呢 显然是对未来的业绩预期不达目标 看起来呢 美国的半导体公司的业绩 包括裁员呢 可能也刚刚只是开始 未来还会有很大的冲击和变化 或许随着美国半导体公司的财报 陆续的发布 到时候面对惨淡的财报 或许才能够让美国拜登政府 以及美国的那些政客们清醒一些 以上就是本期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